好,來到玩具TV 今次有什麼介紹呢? 當然有好東西介紹 我們今次來到的是什麼地方? 是Angelo Arby Gallery 一個新的展覽 在1月26日一時,即明天就會開始 今次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Arc Junkey AJV發狂熱分子現香港的一個展覽 亦都是Angelo Arby Space 第一個正式的展覽 大家都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畫作 各方面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明天就來這裡 與此同時,今次我非常榮幸 可以請到Arc Junkey的設計師 加藤先生,加杜珊去接受訪問 另外,因為加藤先生的日本人關係 我們會有神秘的日本翻譯 去幫我們做一個翻譯 首先,我們希望加藤先生 可以跟香港的朋友說一聲 Hello こんにちは 我們是香港的各位 Azuzhan Ki 歡迎 首先,非常感謝加藤先生 會來到這裡接受我們的訪問 亦都有一些問題 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一些觀眾 也想問一下你 今次作為Angelo Arby第一次的展覽 今次為何你會舉辦今次的展覽呢? 一會兒大家聽到神秘之聲 就是一個翻譯幫我們做的 為什麼會開催呢? 我會來英吉利阿比 我會來誘導 香港是幾次來的 我會來誘導 英吉利阿比 我會來誘導 所以他都未試過在香港製作播展 所以這次就想試試在香港製作播展 明白 好,既然是這樣 這次是第一次 阿嘉童嘉第一次製作播展 其實他究竟想在這個展覽裏 從中得到什麼呢? 現在到什麼時候做的? そうですね 海外到那裡製作播展 是初めて 自分家的經驗値 然後香港的客員們和直接触碰 好,更多多知識 他說他很少在海外擺放過這些過展 所以他也想跟香港的粉絲多一些接觸 親近一點 明白,交流也很重要 我們見到很多很漂亮的產品 明天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去搶購的產品 其實這些這麼漂亮的產品,加藤先生的靈感的來源在哪裡呢? Kandu-san, 自己的製品設計的興奮是沒有的 そうですね 普段の生活で見るもの、読むもの全てから得到的 あとは遊んでる時とか、友達と話をしてる時とか そういう時にパッと浮かんだものを形にしていく 加藤先生は通常生活上見到的事 有時可能跟朋友聊天、交流時 突然間零機一觸、概念一出 立即使用他的靈感 明白 加藤先生有這麼多靈感 加藤先生 那其實你認為一個好的設計師 會有什麼特質是需要的呢? Kato-sanは 良いデザイナーには どんな 自分の力が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まあ 遊び心と 遊び心 あと 素直に 人のアドバイスを受け入れて 自分なりに 消化して 素直な心 ですかね 加藤先生 他先生としては 重要的是 要有一個 同心 同真 そうですね 同誌 透過自己的產品 学到給人知 自己是誰 自己是誰 基本上 可以說 透過自己的產品 表達自己 能否表達自己 另外我想問,雖然是第一次來香港,凱凌先生 但對香港玩Softwine跟Sofubi的市場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香港的Sofubi市場有什麼想法? 我 providing自己的作品 在販產 ng därインスタ brushes 香港的客与白鑫 詳tight 能 biblia 香港是好好的、ソフビオ好好的方法 阿西亞的中心是最盛盛的 加藤先生說 他通常產品在自己的因素購買的時候 他發現香港的客人比較多 所以他不知道整體環境是怎樣 但是他感覺上 香港喜歡玩浪交的人是多過其他地方 明白 香港是一個大市場 始終有 加藤先生認為 香港的很多 我們自己的粉絲都喜歡Instagram買 大家都知道 以後在哪裏不買交 另外我也想再問一下 加藤先生 在未來這個Art Toy自己對這個行業有什麼看法呢 加藤先生 向來對這個行業有什麼想法呢 海外博 剛剛是河貴 有什麼想法呢 不管是 有什麼想法呢 有什麼想法呢 好嗎 更加盛益 還有日本藝術師 有很多藝術師 所以更加盛益 更加盛益 更加盛益 加藤師匠說 其實浪交的市場 都是像海洋一樣 有時候很多人玩 有時候少人玩 但是 他都會努力做 因為日本好的產品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是這樣 到最後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加藤師匠未來有什麼新計劃 有什麼新計劃 在準備中 加藤師匠 後來 有什麼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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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自分製作的 還有 日本的 有什麼新計劃 改成 有什麼新計劃 加藤先生說他今年的行程是他有一些是自己出的產品 有一些會和日本的one-up店的合作 和和泰國的K-Production的合作都會有 今年都會相對出的比較多新的K-Production 請大家留意注意 好,謝謝加藤先生接受訪問 另外,我們訪問完之後當然要講今次的展覽有什麼重點 我們不如視乎一下去看看 今次的Art Junkie AJ Viva的展覽中的重點產品 如果是大部分要講解的話 加藤先生,要講解一下 加藤先生,你講解一下嗎 什麼? 還有,哪個話題itsColor Link 嗯 そうですねこの今回あの 2パターンありましてこっちのあのピンクとか ミントとかエメラルドグリーンのこっちのカラフルのカラーリングは aj カラー 言われていまして マートジャンキーの特徴的なカラー になっ こちらの 金色の方はですね まあ 香港がもう少しでお正月ですか なのでそれに合わせてちょっとおめでたいから しました 家庭先生は 比較粉紅色の一堆顏色系列 それは他の特徴の配色 今次過程は 出てくる特徴の配色 金色の方は 金色の方は 金色と紅色の配搭 家庭先生も知 香港は 準備農曆新年 金色の方は 農曆新年の配搭 粉紅色の方は 自分の配色 主流配色 そうです 神秘之声は 簡単に説明明日に購買の この方法は 何か楽しみに購買の 興趣の方法は 興趣の方法は 1時4時4時4時に 取得出 その後の方法は 選んだ その後の方法は 選んだ その方法は もう一回 1時4時4時に 雲貫道 雲貫道の 雄力工業中心 九樓 一毫室 Angel Army Gallery 1時4時1時4時 取得醜 取得醜後4時開始抽損 抽損購買 金色の農曆新年 今色の農曆新年も 明顯 不知大家是何看 この方法は 購買的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 加藤先生接受訪問 其他觀眾 我們可以跟觀眾說一聲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